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希望的路 1月13号 台湾人民用行动再次向全世界展现了民主典范 完成第八次民选总统大选 虽然面对中共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混合战手段戒选 台湾民众捍卫民主自由的意志 使得他们冷静地做出判断 最终得以守护民主的自由生活方式 隔一天在1月14号 拥护普世价值民主制度的大陆民众张正伟 在全球退党中心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 少先队 他在声明中说 看到台湾选出了自己的总统 没有让中共的代理人得逞 我深感欣慰 台湾如果屈服于中共 就只能像大陆一样民不聊生 哀鸿遍野 中共对各方面的全面管控 已经到了叫人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我们不能再对他一再地忍让了 不能再被他欺骗和欺压了 今天不让你过阳节 明天不让你穿乳滑的衣服 后天估计连麦当劳、肯德基都不能吃了 混豆螺都不能玩了 今天忽悠你 甚至威逼你资源签器官捐赠协议 明天街上就开出来一辆特斯拉 把你撞成脑死亡 后天你的器官就到世界各地旅游了 今天背负着高仿贷买烂尾楼 明天连朋友去老木屋都住不上 后天就该露宿街头了 今天逼着你购买阅读习近平著作 明天禁止各种与党的思想不一致的书籍 后天估计连柏拉图都不能提了 中共喉舌却在恬不咫尺的宣传 东升西落 而要从老百姓这里遇到一点反对声音 就会让其去些检查 去喝茶 甚至做钢叉 做八足马大行伺候 表示对中共无法忍受的 还有河北的大陆民众张庆舟 他在三退声明中说 中共治下的中国 就是一个由流氓团伙管理的 大号监狱集中营 中共对社会的管控越来越严 我每天一睁开眼睛就面对这个邪魔 每天的日子过得好像在布尔布特红色高棉的老木屋集中营里做钢叉一样 实在痛苦的无法忍受 共产党对我们的肉体和精神皆是一惨无人道的刑罚 不停地残害大陆民众 我退出这个邪恶的组织 也希望对岸的台湾民众 一定要选出真正民主的总统来 不要被中共所渗透 握住我国最后的民主自由之地 大纪元社论就凭共产党 早在2004年11月 就深刻揭露了中共为了夺取政权 假意宣扬民主 宣传维固统一 确实者实行独裁统治 出卖国土的流氓本性 1939年2月 共产党在其《新华日报》上 抨击国民党没有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 1945年9月 又在《新华日报》上高唱普选 一个民主国家 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不结束党治 不实行人民普选 如何能实现民主 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而窃权之后 不仅普选话题 在中国立即成了禁忌 中共的大肆宣传 又成了牢牢掌握 艺术形态工作的主导权 甚至六四之后 背着承重人权包袱的中共 仍旧对内继续侵犯人权 对外进行人权伪装 逃避谴责 数十年来 中共一直靠宣传 一定要解放台湾 统一台湾 以扮演民族主义 以及爱国主义的味道事 但中共并非真正关心中国领土的完整性 1999年底 中共与俄国签订议议顶书 出卖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相当于几十个台湾 统一台湾 不过是中共用来转移内部矛盾 煽动民族主义的烟幕弹 如今的台湾 刚刚选出新任政府总统 凸显其民主制度的成熟与完备 更凸显出中共治下的中国 毫无民主可言 有的只是中共政权既得利益者 对中国人民的洗脑与独裁压迫 住在山东省的游子营表示 虽然十多年没参加任何所谓的 党组织生活活动 也停缴党费了 他在近八百个字的三退声明中 描述了江陆党团队的经历 中共组织就是一个非法的组织 是一个连流氓都不如的邪教组织 是撒旦 是人间的恶魔 我一直生活在墙内 深爱我们的祖国 可悲的是 从初中开始就被迫学习 中共的假政治 对他们宣称的 一切为人民服务的善行 歌功颂德 由于无知 被这种极具迷惑的 假片氛围的影响下 我积极地加入了共青团 自己也乐意作为一个 入党积极分子而刻苦学习 将来报效祖国和人民 所以在大学就稀里糊涂地 发了毒誓入了共产党 在社会中 我了解的真相越多 我就越觉得我曾经受到的教育 都是欺骗和谎言 欺骗和谎言的背后 都是无底线的邪恶和贪婪 自己活在当中 却浑然不知 由于中共善于利用狡诈的欺骗手段 掩盖其所做的恶行 通过控制和利用舆论宣传 媒体姓党 暴力机构 军队警察 让军队听党指挥能打胜仗 来镇压任何有意义的声音和行动 所以中共控制下的七十年 是中华大地 近若寒蝉的七十年 祖国大地 四处充满了灾难和邪魔恶党 中共的肆虐 打土豪分田地 私人财产充公 是中国人悲惨生活的开始 无知的大跃进 感应超美 三年饥荒 饿死几千万中国人民 一子而食 西海已窜 饿瓢遍地 文化大革命 人斗人 没有朋友 没有亲人 冤魂驱鬼 凄惨地游荡在祖国上空 八九六四 血腥镇压 坦克碾压学生运动 中共无信仰 人定胜天 故而害怕真正的信仰 于是打压基督教 对法轮功学员设计迫害 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惨无人道 惨绝人寰的 活摘器官的千古恶行 我为自己的家人及子孙后代 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与所有反共的人民站到一起 为全中国人民实现和平 自由 法治的新中国联邦而不懈努力 必定为法轮功学员伸张正义 讨回公道 不再暴躯闲冤 请神眷顾 苍天大地为政 严正声明 退出中共邪党 即与其有关的一切附属组织 与之有关的宣誓 全部作废 近日也有一部分中国民众 从中共长期以来的洗脑教育中觉醒 认清其虚假邪恶的本质 声明三退 大陆民众于明伟说 本人郑重声明 退出中共国名下的共青团组织 虽然我已过28岁 虽然在中学时代 没有顺利加入共青团 还黯然神伤 我现在幡然悔悟 不再受中共这个邪恶组织的蒙蔽 此生与它势不两立 彻底远离邪党的统治和控制 凡是反对中共的宣传和活动 我一定支持 共产党不亡 中国老百姓永远不会有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 化名人生感悟的东北民众表示 自己上学时 以为入团队是学习成绩好的奖励 步入社会后 才应发现共匪邪党统治的社会 那么道德沦丧 民不聊生而后悔 江西沈小海在声明中说 同样来自江西省的赖安说 河南省的张瑞说 我是政府人员 我看这个党不行了 我愿退出它 大陆民众熊妹金志华表示 谈及邪党之邪 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深深悔恨上了贼船 现在明白了真相 决定退团 对共产主义一样深恶痛绝的小光小霞 也在退团声明中表示 生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 没有感到一丝温暖 到处都是私产 看到中共很多灭绝人性的杀戮 把自己的人民当农历对待 悲痛欲绝 也看到了真正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本人曾年幼无知 加入过少先队 今日明白真相 发誓退出中共团体 天地为鉴 神明为正 广州省大陆民众李灵力、陈旺财、李初鸣等33人 一起退出共产党、共青团结绍先队 他们在三退声明中表示 过去土匪躲深山 如今土匪满地形 杀人结社、无人管 残杀好人心更狠 特此声明 署名曾治的民众是曾子的后代子孙 也是中共暴政的受害者 他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 及其所属的一切相关组织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邪灵 在中国实施严酷的暴政 仅以我家为例 我的爷爷曾祥光是曾子第75代孙 一直在重庆乡下担任教师 1959年10月1号 活活饿死在自己家里 年仅45岁 我的叔叔曾一中 生于1941年5月16号 18岁时 因饥荒去重庆打工 被公安拘留 1959年10月1号 被重庆于中区法院 以反革命集团罪 判处有期徒刑前后长达25年 中共杀人如麻 泯灭人性 李小霞在三退声明中也气愤地表示 这个组织太没人性了 毛泽东时代说个不字就把人杀了 现在拆迁说打死人就打死 什么事到 住在山东省的寒楼 在退出团队声明中表示 许多民众深信在所有热爱自由的中国人 同心协力下 自由的新中国一定指日可待 以上就是今天的退党声明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到干净世界平台上的 希望的路频道留言给我们 还有每周一中午12点半 记得锁定新唐人电视台大陆频道 我们将与您分享更多的三退精选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